第133届广交会在阔别三年后线下全面重启 随之带动的还有广交会周边的配套服务 比如说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广交会游船接驳服务 也在今年正式复航 一起跟着记者去乘船畅游吧 专人指引 验票登船 上午8点 白天鹅宾馆的广交会游船已在码头停靠等候 游船分为上下两层 一楼为用餐区 二楼为开放的户外平台 可在用餐后享受阳光沐浴 每天上午8点半 游船准时沿珠江水道开往爬州展馆 不少外商表示 这是第一次体验坐船去展馆 珠江两岸的繁华景色令人印象深刻 也对广交会抱有很大期待 因此是这么大 所有是宿船都是这样的 我们就来到合作公司之旅程 我们就来到合作公司を上次上旅行 和道路道的计算 所以它们在合作公司它是准备感到复原来的 您的贡献品搜索处物业的服务业 在久不回事地处长 我没有后面接到新的服务业 会讯息新的服务业 游船在行驶一小时后 顺利抵达到爬州长官码头 宾客们下船后 只需步行大约500米 即可进入展馆 据悉游船会在下午5点 接住客返回酒店 届时还能在船上 欣赏广州西洋美景 第一期我们现在预订情况 基本上是传爆的 就在各方面的一个专业配套上 亦都达到一定的高升级和高质量的服务 好 好 感谢观看